不过接下来2023年新内阁的布局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那么先从眼前的说起 民营党新北市长看到是败选人是林家龙 今天起一连三天的事实上 这三天下来展开了谢票行程 那么选择之后首度露面 坦年自己现在心情是平静的 那么期望重新归零再出发 不过各界对他的期待呢 看到是林家龙下一步动见观瞻 此刻说法很多 由此一说传出林家龙跟桃园市长郑文燦 都有望接隔魁的宝座 而基隆续长林又昌则可能担任交通部长 而另外在屏东县长潘孟安部分 则传出可能会担任农委会主委 这一来罗列起来 这个阁员将会全部大洗牌 经过新北市政府门口刻意把头撇开 毕竟自己拼尽全力奋斗了 还是无法挑战成功 林昭龙选后沉淀了一天 谢票难掩失落 好在有不少支持者的暖心鼓励 早早就等在路边 就是想亲口对他说声加油 林昭龙也微笑回应 但大选落幕了 林昭龙选后究竟会不会入阁 我们目前都没有相关的讨论 我现在就是先归零 那这个检讨反省之后 我相信这个回到民间 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 党主席改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如何透过党的人事的调整 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选举结果比2018年更惨淡 但败选后的下一步也动见观瞻 外界分析 随着民进党几位重要的 终身带政治人物 从地方首长卸任 台湾市长郑文灿 有可能接任格魁 基隆市长林又昌 接交通部长 平东县长潘孟安 则维持一定的高声量 可能担任农委会主委 格渊大洗牌 我觉得林又昌市长 他在基隆的表现非常优秀 所以我觉得他担任任何职务 都非常的适任 没有到位或需要检讨的 我们都会检讨 那至于自己的驱留 我想个人的驱留不重要 现任格约面对败选 也得负起政治责任 民进党检讨 反省之后重整旗鼓 世代交替会不会就此展开 就看民进党有没有决心改变了 记得肖国峰 罗一静台北采访报道